香港政府将要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 一般都相信没有很大的动作可以做 基本上都是一些对创造职业职位的处司 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税务方面的放检 但人来说对已经正在放缓的经济 因为香港是外相迎的经济 要是环球其他地区的经济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大幅改善的话 香港的经济也不会有可能的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现在政府可以做的实际上不是很多 有的只是一些政治上的表态 所以我认为预算案公布以后 讨论是有对大事的影响可能是有 但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基本上 不需要放太大的注意力在预算案方面